好那另外 Canva 也有整合了其他很多的外挂的功能 那他的外挂的东西在哪里 这边会有一个应用程式 那这个应用程式原则上 如果你用过之后 他会把他放进来这一条工具列里面 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从这边选 但是你在第一次用的时候 第一次用的时候通常要去外面 从那个最源头那个地方 最源头这个地方 你把这个功能表打开 这边应用程式 这是他的所有的外挂的总入口 所以你可以从这里点进去 然后就可以看到所有的外挂程式 会在下面 那比如说最近AI生图的功能 那这里也有 所以你可以打一个比如说AI去搜寻 就会找到很多 具有AI功能的一些外挂 那比如说 我来找那个达利 达利1在哪里 像这个是AI合成 语音的 达利1在这边 这个就是现在 蛮热门的 文字生图的功能 所以你把它点进去之后 假设我要用于新的设计 然后我就选一个比如说简报 我把它放在一个新的页面 所以他会开一个新的简报给我 左边他就会跑到那个达利1的 引擎去 那你第一次用他可能会叫你登录哦 你就用Google登录或者去注册一下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讲话就可以帮你生图 比如我随便讲一个 一位帅哥在电脑教室 教电脑 很多美女在 喝咖啡 场景是一个 海边 我就这样随便讲了 按产生 然后他就会帮我把这个图伸出来 那你这个图就可以拿来在你的Canva里面用 所以我们刚刚讲那个 你在表示很多概念或者生图的时候 如果说 Canva里面真的找不到你要的图 你可以运用这种方式 运用这种方式来找你要的图 没有很帅对不对 你可以改了 东方帅哥 你讲的越详细他伸的越详细 然后在他的大腿 场景是海边他有做出来 随便你想 很多很夸张的有时候 有一些场景 你想要表达那个概念 可是外面的图找不到 你就必须用AI来伸 他这个合作的可能 达利的版本是比较 旧的版本 所以他没有那么漂亮 有没有看到这个人 怪怪的对不对 那如果你用那个bin 他是达利是最新的引擎 伸出来的图就会很漂亮 不过那个我们AI课才会讲 不是不是 是因为他合作的这个达利的版本比较旧 他应该是用第一版或第二版 如果你是用 自己去伸图的那个AI的部分 我给各位看一下那个图 大概会长怎样 我有做了一些图 有把他留起来 像这个就是达利第三版的图 这个是那个什么 霸王条款那时候做的 他的水准应该是这种水准 这是我讲一个吸血鬼的故事 他就帮我伸出这样的图 这个是用其他的指令给的 就是帅哥美女 这个也是伸的 所以基本上就是你的指令够清楚 他就可以伸出你想要的图 你可以有一些 比如说摄影手法的描述 或者一些衣服的细节 你要讲的很清楚 他就会伸的很清楚给你这样 这是现在的 绘图的AI 他的水准目前是这个样子 所以是很厉害的 不过这是题外话 好所以你可以在刚刚刚刚刚 最外面的地方你先去 找一下看看有哪些外挂 甚至有一些以前我们讲的那个电子翻番书 有没有 或者是网页 他都有 你只要加了那个外挂之后 就可以在 适当的地方去选择输出 然后所以他做那个翻番书也非常简单 所以你在这边加加了之后呢 就可以在里面 在你的文件里面呢 这里面就可以找到那些相对的应用 你就可以去选择 那或者是说 像我这个做好的 简报 随便找一个 像我做好的简报里面啊 我之前有加过 翻番书的外挂 那我就可以在分享这边 去做 更多 这边就会有那个翻番书 所以你只要在这边选 去应用就可以了 所以这边外挂非常多 甚至直接出版到那个网 网上这样 所以这个就各位有机会就去 可以去探索一下 各位可以试着去 应用程式外挂那边 找一下一些 啥子 可以试着去 小明星